他呀,我前男友,就是一看门狗 哦,原来是条看门狗嘛 我什么样跟你没关系,倒是你 还是跟以前一样,狗眼看阴地 我姐的名,也是你能知乎的 大家好,视频开头一幕 一个小小的保安,被前女友和猖狂富二代这么的欺负 实属有点欺负人 咱们今天视频的主人公就是这个挨欺负的小保安 你们可不要看不起这个保安 这个保安可是大有来头 至于这个小保安到底是谁 大家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就知道 保安第一天上班,就遭到嚣张员工的欺负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公司都是一些什么人 你他妈新来的吧 我问你是不是新来的 我问你他妈都不认识啊 对不起女士,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我确实不认识你 第一天上班就这么装 先他妈去打听好了我是谁 再来跟我要证件 女士,请注意你的言辞 还有,不管你是谁 都按照公司的规定来 请出示您的证件 你他妈没事跟我找事呢是吗 公司的规定都我定的 在这跟我费什么话 你定的,那请问你是谁 你他妈跟我俩来劲是吧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 瞎了你的狗眼 信不信 随时随地我都能开除你 我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开除 但是只要我在访问一切 我就要履行我的职责 请出示您的证件 你他妈臭保安 我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 啊 不要太过分 怎么 急了 我告诉你 你只是个保安 保安 懂吗 对 你说的没有错 人家自己也知道 今天他代言的就是一名小小的保安 可是就因为人家是一名保安 就要被你看不起吗 怎么能这样的狗眼看人低呢 停路前老铁 你们生活中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被人看不起过 反正小编遇见了 已经数不清了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说出你的故事 赶紧让他进去 听见没有 这不是公司接待车吗 愣着干啥呢 开门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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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证件 哎呀 瞅我叫证件 是的先生 哎呦 我当是谁呢 这不小雨吗 咋的 今天五天三宝啊 那早还 哎 小雪吗 原来是你的啊 谁 是我车远点听不听着啊 别他妈造了我一哥 这是你的车 你要在这破废话 这不是我刚跳的车 是哪个车呀 亲爱的 谁呀 他呀 我前男友 就是一看门狗 哦 原来是条看门狗 我什么样跟你没关系 倒是你 还是跟以前一样 胡眼看阴地 回击得漂亮 就要拿出这样不怕你的精神 真是够冤家路窄 在这里都能遇见前女友 当初前女友嫌弃她穷 所以把小保安抛起了 现在看见前男友 竟然混成保安了 而自己已经绑上大块 心里的优越感 别提有多少 那嘴巴的笑容 始终掩饰不下去 不对 她根本就不用掩饰 今天她将会后悔 当初抛弃穷酸的她 这是什么车 奥迪 错过吗你呀 对 我是没坐过这车 倒是我倒想问问你 这车从哪来的 这我说的 那当然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了 那你告诉我 你是在哪买的 我在哪买的 需要告诉你吗 就是 你知道的男朋友是谁吗 说出来 吓死你 是吗 说出来我听不听 汉方集团 分公司老大 王主兵的弟弟 这车 是接待车 就连你 也是在他姐手底下干活的 你说他解释王主兵 我姐的名 也是你能知乎的 你好大的胆子 就连你姐在我面前 都不敢大叔说话 你竟然敢打我 我看 你是被打死了了吧 要不是看在 你是我前男友的份上 我早让我难道 开除你了 你们听听这个口气 都快比他的脚气都要大 隔着屏幕都能文件位 拜金前女友 嚣张地说道 今天他来这个公司 是来应庭的 以后他就是这家公司的 财务部经理 以后看见他要老老实实 恭恭敬敬的 保安很是不屑一顾 还经理 凭什么 拜金女就是看不惯他这样的 不但穷 还不低头 霸气地说道 他的冤大头男友的姐姐 是这家分公司的老大 保安一听 这不就清楚了吗 这事还需要我姐出面 那随便回来小钱 那不就解决了吗 我就说他没这么大胆子嘛 这车 也是你从姐这开过来的吗 是不是 关你什么事 黑话怎么那么多 老板 那不咱们先进去吧 跟他费什么话呀 行 看什么看呢 赶紧开门 想进去呀 公司规定 任何车辆途入 必须登记 啥呀 我怎么来我姐公司 还有登记 不好意思 没有登记 任何车辆不得入内 不让我进 你再跟我说一遍 公司规定 请配合我的工作 行 让我登记 你给我等了 喂 大雷啊 你问我这些傍晚安早晨啊 我批你他妈 你牛逼啊 不让我进公司 不让你进公司就是对的 还在这里嚣张个什么劲啊 看看他打电话那个猖狂劲 最后不还是乖乖的把证件拿出来 但是 这个仇恨的种 已经在他的心里种下 口出狂言的让保安好好的等 以后有的是时间收拾他 说着就嚣张的走 喂 小语 马上到分公司门口接我一下 那哥你来了 我女朋友的事 发的怎么样了 哎呀 任哥 你就放心吧 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那太好了 还对了 这事不能让我姐知道 让我姐知道吧 咱俩全攒了 那哥 你放心吧 您过的钱呢 我都用在点子上了 上下段隙都打电话了 都会传到你姐那里吧 那哥 跟你说点事 我这人是副经理啊 也干了好年了 啥咱姐妹那天我没敢提 小问题都包在我身上 还有 你们可能来消宝还是怎么回事啊 我丑她们都不顺眼 三六个都开了 那哥 我就是个消宝 明天我就把它开除了 行 那我先走了 你好 哎 怎么又是你啊 这次带证件了吧 这次不用说 她不但没有带证件 反而还责怪保安 蹬鼻子上脸 上次的事情 还没有找她算账 这次又开始找查了 来来来 大家评评理 这明明就是她自己找查 还有脸责怪别人找查 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 人家保安就是遵守公司的规定 所以进去的车辆都要出示证件 但是你们就是不出 所以我们保安董事长 今天亲自出马 就是来铲除你们这些蛀虫 嫉妒你 你是不是想多了 我告诉你啊 并有蠢没用的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这家公司财务部经理 以后我 看着我 给我老老实实的 我倒想问问 你们私自安排公司重要职务 明目账产的贿赂 就不怕公司董事长知道吗 董事长深恶皇帝远呢 他值得个屁啊 如果我告诉你们 我就是这家公司董事长 你们会怎么办 你可打住吧 就你还董事长 你要是董事长啊 我就是董事长的爸爸 你呀 别在这吹牛了啊 放错我们点 赶紧给我们开门 让我们进去 亲爱的 我们走 冷一下 你告诉告诉我 什么叫聪明 我看你是不想干了吧 趁我还有点耐心呢 不再给你去机会啊 要么 把我洗钱干净了 要么 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还想让我们董事长滚蛋 我看该滚蛋的就是你们吧 自己的心里真是没有点数 敢在董事长面前这么的猖狂 但是此事董事长的身份 是一名小保安 所以没有任何人看得起他 也不知道这些人 如果知道保安 就是他们的董事长 会不会吓得尿裤 毕竟他们幸福一生 也算是走到头了 你们不要偷远看人家 我的职责 就是在这里看好这个大门 不让你们这帮人 在这里胡作非为 怎么够男朋友对话呢 我就不信了 今天我治不了你 治我 你可以试试 是我 你给我等着 今天我那么治不了你 我看你叫爸爸 喂 咱俩呢 我告诉你 现在马上把这些把我开了 软呢 你把我当一辈子了 人事无经理吧 后保安 你给我等了 行 我又在这里等着 我看你怎么开服我的 你就在这里嘴硬 哦 我希望一会你不要来求我 你放心好了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哎 什么 开除不了 咋不着 你可嘛也不知道 行 小保安啊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上面是谁 今天 千万老了 都他妈保不了你 保安董事长就是不服气啊 霸气的说道 你们一个小小的人事部 不但拉帮结派 还私自买卖公司重要职位 他集团怎么会有这样的败类呢 肖章男看见一个小小的保安 竟然装董事长 没有过 说着就把保安拉到董事长办公室门口 这下好戏开始 他真以为自己是董事长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哎呀呀呀呀 你可吓死我了 你要是董事长吧 我就是董事长 我看你像他白日做梦 有没有白日做梦 一会你就知道了 一会你姐来了 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你嚇死谁呢 真以为我怎么是嚇到了呀 好我现在就给你解答电话 你给我拿过来 少得给我寻求比赢明天啊 你们这是太猖狂了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不 在后方计算 除了董事长 我写最大 还让我的后悔 可以 我希望你的底气 你能坚持得被碰 你给我等了 你可真可笑 哎 亲爱的 跟他废什么话呀 等保安队长来了呀 时间让他给我鼓赞 你说你的道理 你的日子快到头了 什么事啊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这不又来了一个 保安部的经理 一见面嚣张难就告状 看看他培养的好人才 保安部经理不干了 他可是指望着这些人发财了 一个小小的保安 竟然敢阻止他发财 想想心里就来气 所以我们董事长 又要受到点欺辱 你还教一些我的呢 你是个什么东西呀 我真是没想到 在王如斌的管理下 公司能不爱到这种程度 王如斌 王总 也是你能教的 你们简直是太过分了 过分怎么了 乐哥 你说怎么办 我给你处理了 像这种不听上帝安排 扰乱公司秩序的人 直接让他收拾东西 我大 我扰乱秩序 我看你们 我让你说话了吗 谁说话能插嘴吗 你蹬什么蹬 咋的 你不服气呀 你就是个下等人 下等人 给我下等人诀悟 当保安就是狗吗 当保安就是下等人吗 那你告诉我 你这个保安队长 难道也是狗吗 嘴硬是吧 我就喜欢你这种 今天我怎么办 还来收拾你 这件事就交给我处理 乐哥 今天我一定让你满意 经理既然这样说了 正好嚣张男也不想再浪费口舌了 就找了个地方坐下 好好地看这场戏 看看这个保安的下场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 接下来 咱们一起看看保安董事长 是怎样处理这些蛀虫的 第一 我爬的地上学三声狗叫 第二 就让顾外子 这个鬼蛋 混账 我真没想到我后方集团 只有你们这帮人长 嘿妈呀 他你的集团 你们这帮没有 他说他的集团 看来 你真不知道 刚才最小的 他说他是公司董事长 是吗 我告诉你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还别不相信 我就是后方集团 董事长 嘿 我一看你这么精神病 就你那个屌样 像董事长 就看你全身这样 你哪回像董事长 啊 我像不像董事长 你们不用担心 但是你们给我记住 今天我一定要产生你们这么费 天出 你是个什么董事长 老子最后跟你说一遍 妈这个喧不叫 到底叫还是不叫 一块听得好 我 我不叫 霸气 不向恶势力低头 给董事长点个赞 希望我们的生活中 多一些这样正义的人存在 那这个社会处处都充满爱 嚣张难看见这么一个小保安 都这么的猖狂 当下决定就要把董事长开除了 让董事长马上卷扑盖走 说你是智障吗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你他妈不是要我们滚蛋吗 行 我看你是怎么要我滚蛋的 喂 小语 你连到王主兵了吗 告诉他半个小时之内 马上到分公司门口 还有你 现在就过来 你装的还挺像 小保安 我告诉你 在浩荒集团 狮龙 你给我盘着 狮虎 你给我握着 我看你们倒不像是公司员工 我看你们好像社会大哥 社会社会的分跟谁 在浩荒集团 还没人能动得了我 可以 那我们就试试 行 今天我就慢慢陪你管 喂 王主 哎 行行行 我马上安排 哎 你行 好嘞 哎 有事啊 莫莫知道 慌张嘛 你是在哪里出来 这个女人慌张了 真是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说得小编差点就信了 女孩说道 董事长马上就要来 他们的公司了 众人一听 十分惊讶呀 这要抓紧时间去迎接啊 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光顾他们命运的大事 乐乐你放心吧 这边搬给我 我必须安排 别玩玩的 小伙 今天我就放你一棒 实相的 赶紧给我滚 我没有时间陪你玩 真可笑 我为什么要走 今天我来 就是找你们几个算账呢 找我算账 你有病吗 你你是谁啊 别给你脸脸 你不要脸 嘴巴我放干净点 我是谁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来劲了是不是 我最后在你说面 赶紧给我滚 别找我爸正吃 你 今天我被这颜色看看 你真以为我这吃醋了呢 你这个败类 我今天也让你碰滚 你真以为我是下大的吗 赶紧给我滚 我就不滚 你能够怎么样 董事长 对呀 董事长 这怎么回事啊 老妹 你是哪个戏吧 演那个真挺像的 她是董事长 我都是董事长的爸 你说什么 嚣张难满脸的不服啊 就这个小保安 还是董事长 真是吃人说梦话 但是你说出你要当董事长 他爸这句话 就是对人家老人家的不尊重 就你这样的 上哪里都是多余的 都说保安就是董事长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 既然你不相信 接下来你都是自找 漂亮小丑 你哪来的底线 他哪来的底线 你要搞清楚了 这可是我的地盘 我看你是还没搞清楚 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吧 小丫头 说话会后患 把你那个嘴 我放干净点 混账 我闭嘴吧 在这大放言辞 这太没素质了 我说你给他骂谁 有种你再说一遍 你把什么放下 别在这儿知识点点 我说你这小丫头 闭嘴 你家里人没教过 你好好说话吗 你又别我教你 哎哎哎 快我的事 那哥 你怎么回来了 里边我还没跳过多的 我说的刚才多少 不能回来 老公这 那哥 这个小丑 找我戏吧 我说你的臭婆 好大地坦呢 你说话给我重一点 董事长 这帮人嘴太臭了 要不然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算了吧 羞红的蚂蚱 也蹦不了几天了 哎呀 这怎么那么的磨叽呢 董事长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到了 董事长都快让人家给欺负完完的 接下来 这群嚣张的人 又会怎样的欺负羞辱董事长 咱们一起来看看 有工长就要来了 你把事都知道 那怎么办法做 这亏 我不是白吃了呀 怎么会呢 先把他们挡住了 等董事长走的话 这慢慢收拾他们 那我今天就放着你吧 小子 今天是坑女证了 希望以后 别落在我手里 赶紧给我滚 走 我为什么要走 我说过 今天我是找你们几个算账的 我怕你真是 我说过 别吃点点的 小丫头 你是来劲了 我告诉你 今天我有事 我就不跟你一样的 实笑呢 赶紧给我滚 让你说话 我给我注意点 去想爱揍了吧 我说你 什么你 我看你们真是胆大包天 你们还不知道这位是谁吧 就敢如此的放肆 这位就是我们浩邦集团董事长 孙宇 什么 他还跟我讲笑呢 这个笑话 你跟我讲一天了 我看你们真是不见关的不得泪 今天谁要过来 你们不知道吗 谁要过来 他们的心里就像明镜一样 怎么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们始终就是不相信 站在门口的保安能是董事长 看看他们这个嚣张气焰 希望这个嚣张气焰 你们能一直保持到最后 你可下次搞活了 你以为我是刚出生的小孩呀 就你们几个 也就这么回事 走到这个时候 行了行了 行了啊 打住吧你 大蓝 董事长马上到了 赶紧把他们打个走 我说你们 就别给我整些没用的 实相的 赶紧我走得了 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 现在的状况 状况 什么状况 我看你们是没完没了 别说我不是好歹 哎 都在这干嘛呢 哎 姐你回来了 黄总 你们都在干嘛呢 怎么都跑这来了 董事长来了吗 姐 董事长还没到呢 那还好 你们这一帮人都在这干嘛呢 黄总 就是个被开除的小伙伴 人倒路啊不听话 我啊 对 他就跟疯狗一样大喊大叫的 这不胡闹的吗 赶紧打个走 一会儿董事长来 看到了撑脱地头 王儒彬 董事长一回头 已经把这个女人吓得丢了魂 此时的嚣张男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要羞辱羞辱董事长 如同看 董事长 怎么是你 你怎么突然管你了 王儒彬你可以 这些人家败类 就是一个培养的公司股贯吗 董事长 闭嘴 我让你来管理公司 你就是这么和我管理的吗 要不是我亲自来调查 我就没想到公司会腐败到这种程度 王儒彬 我对你很失望 董事长 你们几个究竟做了什么 王总 难道他真的是 对 他就是咱们集团的董事长 瞎了你的狗眼 王总 我们也不知道啊 毕专 我看你们几个就是要唱片呢 够了 你们别再演戏了 董事长对不起 都是我管的狗眼 黄忠彬 我一直这么信任你 难道你就是这么毁报我对你的信任吗 公司主办 对公司原创 进行辱骂 甚至大大诉讼 宗盛弟弟随便安排公司 这么要指路 这些事情不要告诉我 你不知道 你咋一声不吓军 你咋一声不吓军 小宇 把他们全部带回集团 成立调查小组 调查他们的所有收费情况 一天之内 我要知道 好了 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一句话 是这么讲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少做恶事多行善 没有谁的尊严 是被别人无情地践踏 不是别人给你计较 而是你触碰了别人的底线 这样的结局你还满意吗 我们评论区一起探讨一下 结尾我做个生命 所有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以上所有都是影视的需要 大家一定一定一定不要模仿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